有什么禁忌呢? 基本上对这个药物的成分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 这个LHRH 类似物的同一个成分的 的药物如果有过敏的话 就不可以使用 另外就是这个Roladex 不应该使用在普鲁或怀孕中的妇女 有什么要警语跟注意的事项呢? 基本上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皮下猪肉 通常会打在前腹壁的地方 但是前腹壁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下腹壁的痛脉 所以要特别小心 特别对那些比较瘦的病人 你在施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戳到这个动脉 另外有抗瘾血 使用抗瘾血药物的病人 要特别小心 一旦你不小心戳到动脉 可能会产生血液 就产生严重初血的情形 所以曾经有人报道过 使用Loladex 产生注射部位的血管损伤 包括疼痛、血肿、初血跟初血性的臭壁 另外这一类的所谓LHRH的协同剂 Loladex这些药物会造成 骨质密度的减少 所以目前的仿单上建议 如果是男性受限来 使用Loladex的时候 一定要合并双磷酸液 来减少骨质密度的流失 有人建议观察到说 男性的患者使用Loladex 会造成血糖耐受度减低 有可能因此产生糖尿病 或者是本来有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糖 更难控制 所以对男性病人 使用Loladex的情形 一定要进行血糖的控制 对一些有代谢性骨骼疾病的女性患者 如果使用Loladex要谨慎使用 另外也有人报告说Loladex这类的药物 这类的GNRH的促进剂类似物的药物 可能会增加男性病人发生心脏促死 中风心肌梗塞的风险 所以在男性病人在治疗的期间当中 应该要监控病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另外也有人发现到说 这类的GNRH的 这个所谓的释放激素的一个类事物 Loladex这一类的药物 有人发生脑下垂体中风 而且这些脑下垂体中风的病人 通常同时也被诊断出了脑下垂体现有 脑下垂体中风的症状有什么 比如说病人会忽然有头痛 呕吐 视觉变化 眼部肌肉麻痹 精神状况 有时候会有心脏血管衰竭 如果有发现脑下垂体的中风的症状 一定要立即送医 这种脑下垂体中风通常发生在 第一期的两周内 但是有些人很快在第一期的打以后 大概一小个小时内就发生 所以这个要很注意这一个 有被报告过的一个 比较严重的一个病发者 这个药物跟哪些药物有所谓的交互作用 目前并不是很清楚 但是知道说 在社会腺癌的病人同时 因为社会腺癌病人会减少 死内的雄性素 这种Loladex也会经由内分泌调控 减少雄性素 这时候可能会让心脏的 心率调节当中的QT的间隔会增加 所以在或者是会产生一些 所谓的尖端扭斩性的 一个心脏过速的情形 所以如果有一些药物 会产生这种心率不整的药物 同时使用的时候 又同时使用Loladex 要特别小心 会加重或者是引起 严重的一个心率不整的情形 对于怀孕的病人来讲 目前不建议 怀孕的病人使用这些药物 如果在肆癌之前 一定要详细的筛选 病人有没有怀孕 另外在施打这个药物的同时 应该要避免 要采取一些避孕的方法 会不会对驾驶跟操作机器的能力有影响 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 Loladex会影响到 开车或操作机械的能力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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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